各位好,現在要介紹一個進階的downstroke 今天要講這個課程其實是因為 我自己也需要練一下downstroke 因為太久沒有好好的練鼓了 所以動作都有一點生疏了 控制的品質都變差了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的狀況 就是有一段時間沒有好好的進行一些基礎的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參考一下今天這支影片的內容 因為它不是對初學者的downstroke來做介紹 比較像是一個你已經有一段程度了 有一段時間的練習經驗 所以你現在想要再更仔細的要求你的downstroke 你可以這樣這角度來看今天的這個課程 當然如果你是初學者你想了解一下downstroke 更深一層的一些內容 更多的細節 你也可以看一下今天的這個教學影片 首先我們說一下downstroke的目的 downstroke它當然簡單的說它是舉高 然後用力的敲下去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聲音它目的就是為了產生一個重音 其實它除了產生重音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功能 因為你可以注意一下downstroke 從高處揮下擊中你的骨皮之後 它要停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目的是為了後續的動作 你可能會需要演奏一個輕音 比方說我現在要打右左右左這四個動作 如果第一個音是重音 然後其他都是輕音的話 你注意一下我的右手動作 第一個是重音 打完我使用downstroke它會停在一個比較down的 就是比較低的位置 然後左手就連續兩個都是tap 都是比較輕的音喔 所以注意看喔 down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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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第一個音是重音 但如果第一個動作 我不使用down 我讓它反彈的比較高 可能會變成這樣 你會發現 反彈的過高的這個右手啊 要拉回來 打一個比較輕的音會比較困難 你可能會直接從比較高的位置揮下去 就會變成一個 不是輕音的音 甚至有可能會聽起來聲音過大 那就變成這四連音會變成是第一個點 第三個點是重音的 特別是你的第一個點跟第三個點的重音 還不一樣大 聽起來就會很不整齊 很混亂 我們不想要這樣子的狀況喔 所以說 downstroke 它的這個高度控制 是它的一個重點 不是只有重音而已 至於這個高度的控制 就是看你後面的這個 輕音 你想要打得多 多輕 多大聲 要看這個情況 所以它並不是 你看著某一支教學影片 告訴你說 你打了這個downstroke down打完之後 你必須要 骨棒離你的骨皮 兩公分或五公分 或者是幾寸的高度 你就必須要 照著去把它做到百分之百的標準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概念 因為它看你後續的輕音要打得多大 那這也跟你的演奏的環境有一些關係 如果你的演奏環境是在一個比較小空間的演奏環境 其實你的輕音不用太大聲 非常細微的碰觸就可以了 特別是你要演奏一些ghost note 其實輕輕的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做一個比較大型的戶外的演唱會 比較開闊的空間的話 然後你會發現動態很重要 那你相對過細膩的動態 你的輕音打得太細 可是你的重音打得很重的話 這整個聲音聽起來會覺得 呃 輕音會模糊掉 會聽不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你打了一連串的音符 結果只有重音的那幾個被感受到 輕音就是覺得若有四五 聽起來就覺得沒有威力 其實鼓手打得很忙 可是聽起來卻只有幾個重音 那樣其實蠻可惜的 就不是我們想要表現的狀況 所以要看景況 那像是那種比較 你需要比較大空間的演奏的環境下 你的輕音其實相對會高很多 所以downstroke 你的停下來的這個高度 並沒有一定的限制 要看你的演奏環境而定 好 那再來再講進一步的這個downstroke 我們要講一下就是 目標跟控制力之間的一個迷思 什麼是目標跟控制力之間的迷思 就是我們在演奏的時候 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被看到那些很厲害的表演 我們會想說 這個重音打起來很有威力啊 我想要一個很有power的重音 沒有想太多 所以你就是去追求一個很大的力量 你會覺得這樣很棒 那甚至更強大 你已經動用到你的不只手腕 動到你的手臂 甚至肩膀的力量都下去了 那打得很很重 但是有可能這個重音 它會超過你的控制力 就是過度的用力 你往下用力比較簡單 可是它的反彈的力量 你要控制它在一個理想的時間 理想的時間內要停下來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敲下去了以後 你沒有辦法在一個很快速的時間內 把股棒穩定下來的話 你股棒可能會有一些晃動的時間 像是這樣 這些過多的晃動 就是會降低你的控制力 因為你股棒需要一點點時間 再多一點時間才能穩住 然後這也會成為你的速度上的障礙 如果你想要連續快速的演奏一些輕重音的 演奏內容的話 你會發現 你還得要等一下讓你的股棒穩住 才能夠好好的打下一個輕音 不然你的輕音會在一個 股棒還在飄浮的狀況下 還沒穩下來 你就必須要進行下一個動作 那點聽起來就會有點飄 有點髒 就是你的演奏聽起來 不是很有說服力 所以 能夠讓你的股棒快速的穩定 當然也包含前面講的 停在一個適當的高度 這兩點會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 我的建議是 你要以你的控制力為優先 你要去衡量你的控制力 像我最近在 等於是幾乎在復健我的downstroke 我的左手的控制力就會發現 其實跟右手是有點落差的 那特別是左手的握力不太夠 這個會影響到我的左手力量下去了之後 反彈的力量 左手的握力沒有辦法 適時的去控制住這個反彈的力量 那這裡你就會發現 練習的重點是在於 你要強化你的左手的控制力 握力是其中的一環 所以說 要練好downstroke 我覺得你可以使用一些訓練你的握力的一些裝備 讓你的握力先提升到一個層次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downstroke能夠表現的空間會更大 因為往下揮用力其實比較容易 但是穩住它是比較難的 除了握力之外 另外一個點就是在於 穩住骨棒的time 那個時間 因為你敲中了以後 其實骨棒開始從你的打擊面進行反彈 但是你的手要什麼時候握住骨棒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所以你要去練習握住骨棒的這個瞬間 你要去抓這個時間 而不是只有用力敲下去 然後就是用力握住 有的人在練習downstroke的時候 會過度的用力抓握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的time控制得很好 那個timing 抓住的瞬間控制得很好的話 你可以花比較少的力氣就穩住骨棒 什麼是比較好的timing呢 就是你在敲中的幾乎同時 也可以說稍晚一點點的時間握住骨棒 這個握住的時間跟你敲中的時間 越接近的時候 你的骨棒的反彈高度就會越低 練習的方法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你大概會知道去感受到你的骨棒 敲到打擊面的那一瞬間 接下來你要去練習揮空 我希望這個收音可以讓各位可以聽得到 也許聽不太清楚 總之就是在你的骨棒握住你的握回你的掌心 握住的這一瞬間的這個時間點你要去記憶 這個時間跟你的敲中的時間要盡量接近 但是其實是稍晚 那接近到一個程度你會覺得感覺是重疊的也是可以的 你會發現你會可以用比較輕鬆的力量就可以穩住骨棒 它不會有太多的反彈 但是如果你的這個time就是握住的時間晚於你命中的時間太多的話 你的骨棒就會有過多的晃動 甚至會有變成重複彈跳的狀況 那如果太早握住還沒敲到的前一點時間你就已經先握住了 然後才敲到你的打擊板的話 那聽起來你的點就會呆呆的 力量並沒有辦法完全的輸入貫穿到你的骨裡面 會變成這樣 聽起來就有一種頓頓的感覺 那就不是我們想要的打點 基本上算是一個失敗的打點 所以這個time是你需要去練習的 還有包含前面的握力 另外一個就是要借助骨棒 選擇適合你的骨棒 當然一開始我都會建議使用5A的骨棒 做為一個基礎 當然除非你是一個身形比較小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演奏目的 演奏需求的話 你可以使用更大的或更細的骨棒都可以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握力 目前沒有辦法掌握你現在手上的骨棒的話 你可以 挑選再細一點的 輕短一點的骨棒 那可能會 比較好抓握 控制起來會比較簡單 你可以選擇7A或者是其他規格的骨棒 這你要去試試看 有助於你的控制力 雖然訓練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會故意挑選難控制一點的器材 去達到訓練的目的 但是在演奏方面的時候 你還是得要兼顧你的表現跟音樂性上的performance 以這個為主 這是比較重要的 最後講的就是有層次的downstroke 有層次的downstroke什麼意思呢 就是 重音它並不是只有一種 你要看你演奏的環境 以及看你音樂的需求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想要在這個 你的 這首歌裡面 你想要怎麼表現 所以 重音不會永遠都一樣 有時候重音它不太重 可能是 這樣就算是一個重音了 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但如果 在某些另外一個情況 你可能需要更強的重音 你需要一個更大的動作 讓你的演奏的能量 打到鼓裡面的能量 可以更多一點 所以即使在同一首歌裡面 那些重音還是有層次感的 所以你的downstroke 也應該要有一些層次感 所以除了前面講的 依照你的演奏需求 輕音停留的高度 會有一些變化之外 其實downstroke的力量 你的揮擊的這個幅度 也應該要有一些層次感 大致上就是 這幾個進階的練習的重點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